凡那比台风扑台 但是蔬果的价格因为农民抢收 到货量大增 再加上了民众预期心理 连涨两天之后 在昨天市场的买气搜索了 那么这个批发价格不涨反跌 台北果菜市场每公斤频频的批发价格 跌到了28.6元 比前天下降了14% 那么会预估了凡那比 如果没有在主要的蔬果产品造成的严重的灾情 中秋节的蔬果价格 应该就可以维持平稳了